美商务部长,美股跌势不影响川普关税决策,美国商务部长罗斯·威尔德·罗斯金二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,美股跌势不会影响川普政府的贸易决策,并说,川普正努力解决长久以来的问题。 罗斯说当我们试图处理重大问题时,显然会有一些拉扯就像党格一样,政府决策必须优先考量经济层面,不能处理日常的股市波动,并强调美股跌势将不会影响川普政府的贸易关税政策。 美国对中国寄出的500亿美元关税清单将在本周五六日生效今二日亚股全面收黑,上证指数跌幅更达2.52%,受美国钢铝,汽车关税影响欧股三大指数也全面低开。 此外本周加拿大、墨西哥、中国将陆续寄出反制措施对美国相关商品课税,欧盟也是仅美国若执意对进口汽车课税可能引发全球对美国3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暴富。